我们身边那些很多很多努力的人 那么过了三年之后 我们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可能还不如现在好 或者不如你好 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我相信很多吧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说了嘛 说你努力没用 不如买房子 你努力没用 什么也不干 是最好的安全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本身要分析出 它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实质真相 那么为什么你很努力 但是呢你不仅没有好还坏了呢 那第一件事情很显然 就是什么方向不对 这就如同什么 如同我们原木求鱼大海当中的航行 你越努力的前行 越努力的滑脚 但是你方向反了 南辕北辙 如果你的方向反了 你越努力 事实上是加重你的什么呢 失败的 很多人 很多创意者都是这样的 所以努力 努力竭尽全力 并不是一个 包一词 有可能是一个扁一词 那么除了方向不对之外的话呢 还有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我努力的学习 但是你学的那些东西并不能够让你所用 为你所用 我努力的结交朋友 但这些朋友并不能帮你 你总会发现你努力的结交很多很多东西 努力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你总是在关键时刻用不上 这就是说你身边当中很多很多的资源 学习付出都存在虚夸虚胖和虚假 我们要在尽早的时间内厘清人事和物 什么样的人我们来教 什么样的人我们来学 什么样的事我们来做 什么事我们不做 什么东西我们买 什么东西我们不买 很多人没有理顺清楚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还有的话是什么 是穷人的努力 实际上就是原地踏步 或者说以乌龟的速度来跑 这是没办法的 你要知道 群人家的孩子要通过五年十年的奋斗 打个比方我上学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的学习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我没有分配工作 因为父母的话呢 没有背景啊 可是人家有背景的孩子呢 人家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呢 要么接父母的班 要么的话呢 进入一个好的机关单位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虽然说奋斗了十年 可是人家不奋斗 就超过了你的十年 那这里的话呢 也包含了一个婚姻 比如说 你很瞧不起一个小伙子 在大学 但忽然之间 他能够什么 他能找一个 有钱人家的什么呢 女婿来当的 成为一家老板 这个也相当于什么 也相当于你的一个跳板 所以呢 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努力是什么呢 是自己竭尽全力 用自己的这种力量 是渺小的 没有跳板 没有支撑点 大家说是不是呢 其实我03年啊 开始做这个营销 做医药保健品健康产业 奋斗了十年 也仅此于能够说真话 办实事 让自己更 更加自由一点 能够拒绝一些东西 你看 十年只是为了三件事情 第一 让自己自由一点 第二 能够敢拒绝一些东西 第三 能够让自己活得好一点 仅此而已呀 那你怎么比呢 你比不了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送给所有所有努力过后 没有收获的这些人 淡然一些 如同我一样 这个年代并不是你有才华 你就能够上位成功的年代 这个年代并不是说 你懂得和掌握了情商 你就能上位的年代 这个年代是拼你的什么 硬实力的年代 什么叫做硬实力 你的人民币 你的金钱 你的后台 你的人脉 软实力是我们的思维方法教训 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拼的是软实力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维方法 但是我们在硬实力上 有点远弱 所以我们要看待 今天我们所 承担和面对的一切 我是孙鹏 每天都可以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影响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关注我 谢谢 我们可以68 请未经许可 订阅